为是怎样 却听王刚讲故事 连体女婴的29天 今年的8月10号 河北省邯郸市卫县县医院的 妇产科主任马桂婷 终身难忘 这位老主任呢 从事妇产科工作 已经整整35年 抛妇产手术也做了许许多多 您说他什么阵子没见过呀 可偏偏就是那一天 产妇的子宫刚一打开 不到吸了一口凉气 大人挣我一口一看 这小块出来的四个脚 还真是四只脚 可四只脚有啥稀奇 闭眼都能琢磨出来 那就是双胞胎 他马主任又不是 初出茅庐的年轻医生 就接生一段双胞胎 也不至于这么大精小怪 是吧 咱呢还是接着往下看 看两个小块 从这边嗓一下 都在一块儿练了 小孩都有着急 我赶紧抢去吧 原来给产房内带了一片惊慌的 是一对连体婴儿 说到这连体婴儿 估计各位看书啊 看电视啥的 也都略知婴儿了 它的发生率很低 不到二十万分之一 而且绝大多数已经在怀孕早期 自然流产了 可马主任接生的这俩 不仅是任身足月生下来 而且上秤这么一腰 还足足有九斤的份 你说这事不太少见了 他们是不知道的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很多人的心为他们揪了钱 话说当时产房内的护士忙着一团 给孩子们实施着紧急抢救 而产房外边呢 他们那不知情的父亲呢 正满头大汉的 帮着老婆张罗推车呀 被子啊 就等着一会儿老婆从手术室里出来 把他和孩子接回病房去了 我在楼上电梯等着电梯 我在楼上跑来 跑上跑下 不知道跑了多少趟 这浓眉大眼的小伙子 就是那对连体婴儿的父亲 27岁的李治国 自打媳妇怀孕了 查出是双胞胎 哎呦李治国就饿得合不上嘴啊 您不知道他们俩口子 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 当初产检的时候 医生说双胞胎里边至少有一个是女孩 哎呦小伙儿这高兴啊 恨能到祖坟上去磕两头 哎这儿女双全的福分 可不是谁都能摊得上呀 可有个词怎么说来的 乐体婴儿呗 等李治国忙活了一圈 急匆匆赶到产藏门前的时候 眼睛里看到耳朵里听到的 让他仿佛在瞬间掉进了冰窟 我媳妇他一旦就是抱着孩子就出来了 他一旦说是连体的 李治国扎死这两只手愣在那 这连体的孩子他压根拨的咋抱啊 正在发愣的当儿 孩子已经被护士抱到新生儿科去了 小伙子跟着人家 小伙子跟着人家 使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